《蒜香四季豆材料》 《蒜香四季豆》每一根鞋招切成细丝 二葱香酸 小米椒切碎 待用三 锅热了后倒入植物油 倒入切好的四季豆 中火翻炒四 中火翻炒 用铲子不断地翻动四季豆 使它受热均匀 五 适当地加一些水 盖上锅盖 焖煮几分钟 四季豆看起来不是生绿色了 没有豆腥味就差不多熟了 因为是切的细丝 不会用太久的时间就可以熟了 炒熟后盛到盘子里溜 炒锅洗净 放入一勺植物油 倒入切好的葱 将碎小米椒 小火煸出香味期 加入一勺高汤 或清水 烧煮一会会 加入一勺生抽或耗油提鲜巴 放入一小勺盐调味 翻炒均匀酒 把炒好的葱姜蒜小米椒 倒在炒熟的四季豆上 吃的时候翻匀就可以 萝卜丝虾碗汤材料 白虾300克 萝卜100克 蛋清一个 蒋片3片 葱丝少许 淀粉2茶匙 盐2茶匙 料酒 一汤匙做法 一 白虾去头去壳 抽去虾馅 萝卜去皮切细丝备用 二虾仁用刀背粗剁成虾绒 不必剁得太碎 三 虾绒加入适量蛋清 料酒 盐 淀粉用力搅拌 用筷子顺时针拌至虾绒上进四 取适量搅拌好的虾绒 用勺子挖成丸子状 滑入煮沸的开水锅 汆烫至虾碗变色后 捞起5 0 起锅加水烧开 放入姜片 萝卜丝煮至沸腾后 加入虾碗小火 慢炖10分钟6 关火后 加入少许盐和葱丝 即可香蕉 松饼材料 香蕉一根 面粉80克 鸡蛋一个 白糖8克 纯牛奶适量 植物有少许做法 一 香蕉旋熟透的味道更浓 用汤食碾成泥 加入一个鸡蛋搅匀 加入面粉 搅拌3 一点点加入牛奶 边加边搅面糊 调到面糊细腻 有一点缓慢滴落的状态 电饼铛 电饼铛刷一层油 开启饼铛上下盘加热功能5 用勺子舀面糊 淋小饼到电饼铛上 合上盖子 中途一面变黄后翻过来烙另一面6 两边金黄即可 出锅糯香可乐 排骨材料 排骨 五花肉 750克葱丝 少许姜块 一大块可乐 250毫升 生抽 二勺老抽 二勺辣椒 两个料酒 适量做法 一排骨冷水下锅 加料酒 捉水后备用 二把姜块拍一下 用来铺底电饭锅 之后放上焯好的排骨 再撒上葱丝 三加入生抽 老抽 可乐 辣椒 随口感喜好 选择蒸煮30到50分钟 好了 四 依据个人喜好 选择是否需要上火收汁 完成 五花肉 五花肉 二把红了 一切 四花肉 炙三 二杯 炙草 三排骨 三花肉 三花肉 二手 三花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